第三十一屆APEC十六號落幕 各國代表起居一堂 準備進行領袖大合照時 但怎麼看都不見日本首相石破帽的身影 短短一週的出訪行程 石破帽卻是狀況百出 日本電視臺十七號公布 APEC回憶中 各國領導人互動的畫面 石破帽不僅大遲到 還在外交場合出仰相 其他國家代表接近他時 還在當低頭族被提醒後 甚至坐在位置上 和其他代表握手之意 有網友表示石破帽的表現太尷尬 讓日本形象受損 也有人開始懷念前首相岸田文雄 只不過這些烏龍畫面 在首相官邸官方頻道 全部看不到石破帽之前 在日本國會打瞌睡就引發軒然大波 就任後首次出訪 又被抓到只顧滑手機 心不在焉的狀態 已經讓日本民眾直呼不及格 剪新聞 盧瑞宏報導